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那什么我要早点睡觉怎么了 是啊你让你让我早点睡觉没错 你说两句好话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的表情我也以为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我的内心想法 有一次就是我俩约会嘛 挺开心的一件事啊 他呢好像他就他突然就指到一个女孩就说 哎呀特像我前人 我说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人家太漂亮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我配得上你 你说川哥你说 你说我你说哎我和前女儿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也不合适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 后来就分手 你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我抽屉我这是 我再问一遍啊 以前的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她都已 都有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你前女友漂亮 那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的 说的坏话也不合适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人家 你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还挺般配的嘛 她这个性格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她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她剪头饭 让她给她烫头饭你知道吧 她就咬住死咬住人家 那个顾客出人家大脸盘子 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 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吗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 在你的大脸上 做的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你说她花了冤枉钱 这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对 她朋友多吗 她朋友还行挺多的 那就行 但是多是多 她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她带我去朋友聚会吗 她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她就看她那个哥们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吗 她就感觉挺挺好奇的 说说看了她那个新女朋友 就让人家看见我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前女友长得倍漂亮 但是我感觉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她跟她哥们的女朋友说是吗 对呀 你说她哥们也在旁边 我好想你祝福你知道吗 祝福人家天长地久吗 你那么一说 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不说 明白吗 可我憋不住啊 不要任性 只要是个成年人 就应该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管得住自己的手 管得住自己的脚 唯一管不住的是 自己脑袋里面想什么 那是管不住的 所以不要任性 你刚才说这句话 你说我憋不住 这就是任性的 你既然知道自己不懂得怎么说话 又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我就选择不说 我选择沉默 这样的话会让自己多看 多想多听 你明白吗 你这么说我还明白的 女生往往很矛盾 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一心一意 一方面又希望他甜言蜜语 但话说实在的 会对你甜言蜜语的男人 他对你又未必会专一 而真正对你专一的人 也可能就笨嘴结舌了 在生活当中总是出现一种男人 嘴巴特能说 好像看什么事都明白 活得特别的透 说啥啥都懂 特别会来事 人世间的道理他全都懂 但情感生活一塌糊涂 虽然我不是说 一心一意的男人 就一定嘴特别笨 但是这是一定有相应的 心口合一的状况 心里简单的人 说话就是简单 心里复杂的人 可能他懂你想听什么 但说出的未必是自己的真心话 所以凡事不能求全 我相信在你身边 那些会来事的男人挺多的 但他们的话你能信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吗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但只是要懂得方式方法和场合 如果实在分不清楚 就不说 回到家里跟他怎么说真话 都没关系 但是一旦出了门 怎么选择 紧开口 甚言行 我觉得保持本真和任性之间 是有差异的 你是本真还是任性 本真 也有任性吧 太任性不好 不要把事情推到极致 太极致也不好 去一去 回到生活里 平时一些会更好 学习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虽然有点 有话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你那 我一心一心对你好 今天你来这要跟我分手 我特别的伤心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看看吧 你以后改不改 我尽量我改 改还不行吗 我我我说我改了 你还要跟我分手吗 我再考虑考虑看看吧 你就别考虑了好不好 你再说我就是 有话就直说嘛 我感觉 我特别着急 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问你件事吧 我真的在 我的心是在你那了 我一一一对你好 我问你件事吧 那我现在生病了 你会怎么做 多喝点开水吧 我现在事先讲 你还要怎么办 我现在都说 梦子 我妈妈 在我妈妈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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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妈妈 感谢观看